哈囉 各位觀眾好 我是羽毛 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呢來到 慧民7L 現在後面有好幾個人 然後...現在...11點 可能... 可能我是最後一場 金球水 超假狂喜 有可能是我們 今日的最後一場 現在已經11點了 裡面有一隻火焰鳥 可惜沒有遇到 毒式水母 好吧 我们一起把独自水母给选下来 获得一张独自水母 它的攻击是泡沫光线 然后特攻70 也蛮高的啦 快点快点 如果火星人要出来的话 我们就泡沫光线打它 独自水母 不行 这样时间不够 不是快没了吧 现在几点了 11 10.5 10.5是几 超假狂蜥 有了 我们跟一个小弟弟借了一张超梦来用 这张是超梦叉 才借我用 超梦叉 用这个精神击破 OK 好 我们等下来超级进化一下 救训你了 超梦叉 听说合体戏还很像七龙珠里面的某只角色 大进化 听说很像赛鲁 1 2 3 精神击破 诶 这个动画好像都跟其他的超梦没有进化的一模一样 可惜啦 我觉得他们如果进化的话呢 这个招式不一样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好来 我们的地震 最近是不是很少用到这一支 所以没什么地震 还是不要把它放出来好了 地震哥 我们按到35对峰 按到闪比率 会不会闪过 还真的闪过 超级超梦叉 随便按一个 精神击破 哇 升升升升升升 死了吧 有 我们丢一颗金灵球捕获 右边的小巨猴就好 左边的超假荒西凶 它可以爆料 没有 这个没办法丢金灵球 快点快点 這感覺左邊會抓到喔 兩個 三個 喔 有沒有交換機會 先趕快拿牽出來 交換機會 沒有 來啦 幫我遇到一張 一張 火焰鳥就好 不錯不錯不錯 來囉 我們趕快給他拍個600 605 啊 沒了 啊 沒了啦 對啦 看誰要 結束了 沒有啦 沒辦法打 你要快投 我們現在11點了 然後有兩位勇者說要快投 裡面有一隻火焰鳥 究竟這個11點過後呢 有沒有機會捕獲這一隻 火焰鳥呢 就在這個 籃子惠民7 第一道 男二 這一隻寶可夢是我第一次捕獲的狂 他長得很像那個 有一部卡丘內部的卡通啊 原始人 然後摩登原始人 獨角犀牛 很慘 很遠 很奇怪 結尼龜 有了吧 啊 誒這隻也不錯耶 給我看一下 給我看一下 日光素耶 大竹葵 我們的玉三家 進化後的寶可夢 幫他多按幾下看會不會出來了 夾吃一下 對 哇 沒有 小藍二 找到 那個 應該讓 水 irgendwann 對啊 越過夜了 有 好 好 也沒有 好啦 不用烤了 剛才那邊你腿要看多少 捕到滿了 喔 還出了四星喔 要丟喔 要隨一步 每次都這樣 欸 他投十一張就到耶 不錯啦 不錯啦 微夜你了 微夜 大隻爆眼 沒了吧 還要兩次你投那麼快喔 他投超快 掰掰 沒有花種 所以這個還是會中 對 獲達 就是要用獲達的頭 就是要 就一盒 好的 謝謝觀賞喔 我們最後呢 終於真的出了五星喔 在十一點的時候 以後啊 晚上十一點以後 半夜十一點以後 真的出五星了 真的是厲害了 好啦啦 我們這一部影片呢 就是要送一張四星喔 然後呢 我們的 禮拜六 欸 禮拜日的影片喔 就是昨日的影片呢 有送這個烈空座 所以趕快點進去 在我們的影片後方呢 會有這個連結喔 然後呢 我們也有 快頭九張的五星喔 全部一次畫面出來的 也歡迎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好不好 安心選購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我是明哥哥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各位掰掰 謝謝囉